美股跌 台股跌就连日本股市也变成云霄飞车急速下冲 日经股市是以14483.98点做收 重挫了1143点 跌幅高达了7.32% 创下了13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日经指数期货甚至因暴跌而被暂停交易 来看今天的国际股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